其實我們這個文化的社會行為很好 就是說 當我看到這個朋友是戴這個假的毛線的投資的時候 我有多的我就會配戴在他身上 好 編織 好 我還是要念一下 投資 佩戴規範的恢復 在線之物投資 風采與價值 恢復部落佩戴投資的驕傲與自信 給我鼓掌一聲 好 謝謝大家 南文化遺址裡面 也就是史全佛本來被調查出來的 大概對我們台灣人類所運用的 最早的就是石板關 大概五千到五千 至於什麼時候它形成石板 那事實上我們祖先也沒有留下來 也沒有時間 也沒有到處 那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它是一個 土空的一個部分 那之前呢 我也做過石板故事演藝的一個模型 那可能中間會帶出來 那如果呢 在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不再做石板故事演藝的一個模型 尤其是呢 我們八八豐災之後 又離開了我們的家鄉 我們原來的居住地 那對於石板文化這一塊呢 慢慢慢慢的就這樣消失了 在各部落之間都面臨到這樣子的一個模型 那石板屋 文化石板屋 為什麼走到現在這時候不再應用它 那也是一個時代的進程 我們也沒有辦法要求我們族人再回到過去 這個傳統的原始生活 那我們總該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去 緬懷這一個出現的智慧 那在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說 應該可以讓它運用在我現今的生活裡面 所以我們就 我這八年來就不斷的在開發這一點 就像這只是其中幾樣 那原住民的傳統工藝呢 包含了這一些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原住民的這種傳統工藝 其實各部落之間重疊性很高 這個產業呢 真的是重疊性很高 那怎麼樣 在我個人來講 要找到一個是屬於我個人風格的東西 它可以跳脫出這一個傳統工藝 你放手之內 但是呢 又不廢於我的母體文化 那我要用什麼東西來做 我先想到的就是死板 那避免就是說產業重疊 那板岩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這裡呢 再跟各位做一個 帶一下這個材質的東西 板岩它 我們常常會見到有個客人講 你們那死板是頁岩 搭蓋出來的 其實它不是頁岩 頁岩是成績岩 板岩呢是經由頁岩的輕度變質 變質到變百 那所以呢 板岩是屬於變質頁的部分 它的質定是比頁岩還要堅硬的 那個質定是比較密 所以有一天人家問你們 你們的死板是頁岩 頁岩蓋的 可以跟它去封定 事實上是半岩 那我們這一個 比如說這個大理石是從石灰岩變質過來 那也是因為它本來是一個沉積岩呢 被地殼變動壓到地層底下 經過高壓跟高溫 然後慢慢浮上地表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了另外一種 變質出來的一種岩石 板岩也是經過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講到石板 它外表真的是很平淡無情 可是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 這個曾經擁有過石板文化的民族來講 它對我們卻有著非常無價的光線 沒有了它我們不知道的主權 那我們 我回到部落 曾經就是做重點示範部落法 做了三年 那我的重點示範部落的這個營造過程 都是以板油為主要元素 其中有一項就是營造我的舊部落 五十幾年前的舊居地 那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不可能再回到祖林地了嘛 那我們牽村五十幾年了 那祖林地又離我們這麼遠 那我們要回去尋根一趟 事實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哪怕告訴我們去過一次 蠻遠的 那再加上八八風災之後 我們的舊古道根本無法穿越 在之前海棠風災的時候 就已經無法穿越了 那唯一能走的就是河床 坐著四輪傳動的車子進去 那有一天這個河床又變回 有深潭啊 還有這個賴區啊 怎麼樣子 它四輪傳動的車無法再進入 那我們要回去那就更困難 或許我有一點點先見之明吧 我說好 在我還有那個能力的時候 我是希望我們後代子孫有可能再回去 沒有那麼容易 我乾脆去把舊部落放下來 我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開始來依照舊部落的一個方式 這個都是完全我們部落的智慧跟部落的能力去搭建出來的 其實模型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東西 那我也沒有 我只會做單動的模型 那自己整個要怎麼去做 在那個過程當中也跌跌撞撞 你去撞錯了 那在這個之前 我們就是這樣子 一塊小石頭一塊小石頭一塊小石頭一塊去搭建 那搭建完了之後 的樣貌子大概就是這樣 這是靜開的部分 這是我們過去 舊部落的跳舞場 我們是要有一個意向的 那這一個是我青年靜慧所 其實這一個會所呢 在日據時期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 我們只能夠聽到人家去講 它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底下呢 這是人頭喉架 我們是聽 我們都是用耳朵聽到人家去嘶嘶 那我們再把那個意向的意思 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是日據時期的這一個意向 比較特別的就是我們應用了一點點小科技 就是在舊部落模型前面呢 有一個按鍵台 那按鍵的底下呢 這個就是有家民跟他們這個家裡的成員 在舊部落的成員呢 我們把它標註在上面 讓我們後代子孫能夠按圖鎖記 然後去按看看我的家到底相關位置在哪裡 就不用千里條條再回到舊部落去尋根 再舊近就可以 那這個就是一個按鍵 那這個是我們的老照片 那配合著我們這個舊部落模型 就整個我們舊部落的樣貌呢 就呈現在我們的新部落裡面 這個就是在做完以後呢 我們的老人家過來去看 其實有很多老人家看了這一種模型 腦淚重 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候 在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真正知道我們在做的老人家只有四個人 參與了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他等到真的是完成了 然後請部落老人家來看 大家都嚇一跳 怎麼舊案山跑到這邊來 那其實他們有一些真的是 因為再也不能再回去了嘛 他年紀這麼大了 實在很不方便 能夠看看我們的舊部落模型 夠夠乾淨也不錯 在現場就在講出他的 以前在小時候在舊部落的一些群形啊 他在哪裡玩啊 跌倒啊 什麼樣子的種種 就在這個時候挑起了他的記憶 這可能這個舊部落的這個價值 可能也帶出了整一點點 老人家的一種一種欣慰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這一個 什麼一些過程 那這個就是 我一直覺得說石板文化 在流失的這麼快速的當中 總該有最方便 最簡單的方式去擁有 這樣子的一種文化 我們不能再住進去 那總該他可以住到我們家裡面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就是石板文化的演繹 我們我一直相信喔 我們台灣的這個石板文化的民主呢 我們在先前我們的主 他們不可能有那麼高的智慧 一下子就蹦出一個石板文出來 這個石板文一定會經過人類發展史 裡面最簡單的 而且是比較啟蒙階段的時候 慢慢慢慢去演化出這樣子的一種石板文化 但是我也相信 這一個演化也不可能只有一條脈絡 可能有一條兩條三條四條 以上都有可能 那為什麼再也找不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遺跡遺址呢 我的推論是 我們的獵人如果到山上去 有可能還會將那一些東西再利用 然後改變了它原來最初的一個樣貌 譬如說它要蓋公僚或是什麼樣 它就把以前人家裡留下來的這些 砥器的東西呢 然後再把它做一個途中的改變 然後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 就完全改變了我們要去尋找的那一個根 那石板文律師演繹 我一直相信它是存在的 那這個是為這個 蘇德科技大學的一位學生 幫他去完成的一個作品 然後畢業的評估 那比較是現代化的一種節能概念的一種石板 有一種設計 設計是他設計 外包是我幫他在來做設計的 那這是成功大學的一位學生 也跑來找我 然後呢我再協助他 他的畢業評圖裡面去把它做出來 那也因為這樣子他也參加了全國 這個設計系的一種一個比賽 那他獲得了最佳新人獎 因為這棟石板文 那這棟石板文 他整個看起來他就是比較 擬真度是比較高的一樣東西 包括他們的教授也都非常肯定 也非常讚嘆 說石板文也能夠 模型也能夠做出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結合了石板文跟鮮體上的概念 我是希望傳統的東西 其實也可以跟現代的東西去做美合 那美合的好與不好 見仁見智 總之就是說 語氣是把它帶出比較現代的一個設計概念 接下來我們來找到300 我們常常會看到的東西 這個叫做萬年叢 他有很多的別女叫做九死黃金叢 他生長大部分都在牙壁上 比較乾燥的地方 他與一般的蕨類呢 比較不一樣的是他 他這種蕨類會很耐汗 在冬天枯水期的時候 就是比較下雨的時候 他為了要保持他的水分不流失 他會把它給包住 那他也是一個中藥材 在包住的那個時間點你去採收它 然後去練字成藥的話 它是一個止血的兩藥材 如果是打開的 你去採收它再來練字 它是變成佛血的 所以他有不同的作用 那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可以拿來當作是創作的素材 那怎麼樣子去創作呢 這樣 那結合了我們援助最偉大的一個工程 就是辦理業務 這一個意象 其實我出去擺攤的時候 其實這個行溫度最高 這樣東西 這些都是去年我教我們部落的 一般我們部落的婦女來做的一些東西 那它難不難呢 事實上有問題 所以能要花多少錢 也沒有多少錢 那只是內部壓顆粒那一塊 常挑選的把它塑形一下 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慢慢把那個很多不要的這個絲板 拿出來敲一敲打一打 又敲得差不多一樣大塊 然後就把它組合起來 它就是一個比較原住民的一種血統的一種作 有別於我們在外面所看到的盆景 這一種層器 一種載菌 這些都是我們學員做的 這是運用了這個萬年松的實力之間 萬年松我們在山上拿就不用錢 是可以變現的 那在接下來我們要講到萬山野的標的 我們要講到就是說 我一直強調的就是說 部落的文化標的 這個部落文化標的 是我創的一個意思 我叫部落文化標的 我一直相信每一個部落 它一定有一個有別於其他部落的文化性的東西 它是可以代表這一個部落的識別異象的東西 譬如說我現在穿的這件衣服 可能你們在別的地方也不看 這個就是萬山岩雕的圖形的東西 我的背後也是呢 那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圖像跟這一個圖像的一種轉換 變成是我們在部落裡面 現在我們部落幾乎是每一個人都有一件 而且是諸秀 那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穿出比較有部落意象 或者部落識別的一種東西 那這樣子才能夠彰顯出部落的一種特色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要去推翻過去 顏有的一些什麼東西 並不是 我們只是在找到比較更有部落風格的一些東西 來穿戴在身上 或是是拿來做出產業的東西 這個是我的一個個人的一個想法 那萬山岩雕呢 它是我們中華民國第七處的國定遺址 那這麼大的一個這個文化標的 我們萬山為什麼要去捨棄它呢 而去找尋一些 譬如說部落意象不明顯的東西 所以在我回到部落之後 我就是一直在推動這一個部分 那像好茶 我就想到 它的好茶的 有沒有人知道好茶的部落文化標的是什麼 它們強調的是什麼 余報 沒錯 余報 那他們考察就可以拿余報來做文章 來操作出部落非常這個強烈的一個部落意象 那我就不知道 我現在我應該是不是要跟我們走幕後 我們阿里應該是要找出什麼樣子的部落意象的東西 然後當成是部落的智慧財產 因為不跟其他的部落相互 我們剛才講到百合花 是我們盧凱族共有的一個竹花 這個是盧凱族的文化圖團以及文化的標的 那可是每個部落 那也應該有一個不一樣的這個文化標的產生才對 那這些都是我們到萬山岩雕裡面去採集的一些資料 我今天本來要帶那個自己的電腦 然後去做那個環境攝影給各位看 但是沒有關係 到我的部落格去看也會轉到那個地方去看得到 然後這個就是流水龍 這個是國家地理雜誌的一位攝影師的單位師 然後呢 今天我們部落的人帶上去 把它給拍攝下來 它是用夜間 然後用這個延遲 這個手動塊門去拍的 那上面都有輕拍 那看起來它就是非常聰明 事實上呢 它是一個陰雕 它不是陽雕 可是它現在拍起來的時候好像那個是浮上來的 事實上那個線條呢 它是陰雕的 它是刻進去的 不是浮上來的 這個也是 這個是比較大面積的 裡面有很多的圓窩紋 那圓窩紋的意思是什麼 在人類考古學者在集市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在泛南島雨系的這一些地區 有發現到的一些圓雕或者是圖像 很多都有圓窩紋 然後這個圓窩紋它是一個無限延伸 以及無限循環的東西 其實萬山岩雕在我們部落流傳了很久很久的一個故事 是一個女孩子怎麼樣到我們萬山來 然後在萬山裡面犯了氣 然後自己又離開 無緣面對這個部落 然後再離開 這一段的情景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沒有辦法在這個時間裡面 能夠把這一段故事完整的去說出來 只有這28個字 那至於它的意涵是什麼 在我的部落格裡面也有去 也有把這一段故事寫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那我的部落格要尋找的話就是找 實破天津文創工作室 在五名小財 那瓶我們會相信它是在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地質面積 也甚至於是一個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種面積 那台灣的石板物文化 事實上是可以經由公布我們政府大力的把它推向國際 可是我們的政府卻能量 我會相信它是一個代表台灣普老建築的一個景點 好像別的地方也沒事 也沒有這種東西 有 大陸有 可是呢 它們的旁邊的邊牆 它們是石塊的 它不是百年典型 就那個屋頂很像 但不是 那跟我們這邊還是有不同的一個外觀在 所以我一直相信如果台灣政府 如果推出石板文化這個東西出去 它是很明顯的 可以跟大陸可以有所區隔 那我一直在尋找一個 我什麼東西能夠在市場上可以流通 乃至於這個我們的大眾消費者 因為我們不要一直鎖定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就賣給我們族人就好 可是我們的族人 我們原住民加加減減嗎 大概36到40萬人之間而已 那你鎖定的市場就這麼小 我一直覺得鎖定價值很大 甚至於國外的市場 那你要如何去做出這樣子的東西 你一定要有消費者的心理感覺在 還有他熟悉的符號在 那它的符號是什麼 就是中國文字 文字表述你創作的理念是什麼 你的文化意涵是什麼 它有什麼是可以講的故事 這個就是典型的 因為善用他們習慣的一種符號跟感覺 他們感覺是什麼 他要的是一個很好的祝福詞 你總是找一個很好的祝福詞來套用 來去運用它 那我們常常看到在電視裡面 或者是平面媒體裡面 常常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諧音的組成 然後再搭配它所要表述 它所要陳述的一個組成 不管是商品也好 或者是活動也好 都是善用了這個中國文字 這一個區塊 非常巧妙的把它給套進來 那 諸事順遂它是諧音 這是琉璃珠 那底下呢是小女歲 那小女歲跟我們文化也非常深啊 琉璃珠也是啊 那石板也是啊 那我們如何去告訴她 我設計裡面是這個 讓她覺得說她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平地人如果說 我要送一個鐘給你 平地人不太送鐘 因為那個諧音的關係 那我們就把它給轉換過來嘛 我送這個東西是要讓你 因為有這樣子的東西 你就可以有很好的運勢改變嘛 是不是 那我們平地的朋友也非常相信這一類的東西 也非常迷這一類的東西 我們把劣勢轉為優勢 你怎麼去轉換 那文創的東西它實際上是一種設計 那設計呢 它牽扯到的是什麼 設計最佳當然講起來就是減法 東西你想出來的一個構想 然後付出實行的時候 你是一樣一樣慢慢去除很多的東西 讓它簡化 簡化倒是簡約有益 一樣東西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主人在設計東西的時候 一個平雕包包裡面 畫滿了他想要畫的一些東西 因為他覺得說畫了一個 畫了一個太陽在這邊 好像其他的空白流白不好看 再加一點 加一點不夠 再繼續加加一點 加到整個什麼包包 那事實上呢 我們原住民的文化或者是圖騰 表象 事實上起來一點點就可以 它不會認為說 它不會認為說 你這一點點就否定這個是原住民的東西 不會 這樣告訴你 我們原住民沒有時間表 也沒有什麼說 今天要去田裡面 我還要簽到 然後還要打卡 我們被時間所制約太多 那我是希望呢 這個東西只是提示消費者 你不要被時間所控制 學習著我們原住民在山林裡面 那一種悠閒 那一種慢的 是這個樣子的一個設計裡面 那我再把它 我一直覺得說 很多東西要留百 留百了它有很多的想像方式 那這一個我出去擺攤的時候 行溫度也很高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賣 因為我做十塊石板才能夠乘風兩塊 為什麼 因為它是雙面切啊 你這一塊石板你一定厚度要一樣 然後切進去的時候你再劈出來 你從這個旁邊劈啊劈過去 有時候中間這個底下就掉下來 那所以呢 我一直都很吸收這個東西 大家都一直問我說這個要不要賣 我說沒有 不賣 但是我現在發展出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是寫的 我是把它做寫的 那只有切一面 切一面我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切兩面就成功率比較高 那只是一個意向告訴他們 學習我們原住民的這一種 在山林裡面沒有時間 沒有歲月的一種日子 你生活會比較愜意比較快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影片做 這個是我們原住民不泡茶 可是他人泡茶很多啊 很多人要泡茶 這個是不是一個市場 這個也是可以我們考慮的方向之一 不是說我這個東西 我一定要非常原住民的樣貌 它才是我們傳統的傳統工藝 那你一直都鎖定在這裡 你又跟其他我們同胞的東西都一樣 它造成了這一種惡性競爭 你價格也拉不高 沒什麼議論 你好像今天賣了3000塊 事實上你這個成本大概6000 還要賣得很高興 就算是說成本 我買了成本材料150 我賣250 我就賺錢 你沒有去想過你的成本是什麼 不是只有這個材料的肺炎 你發腦筋的智慧才能不要加進去 你的這個水墊要不要加進去 你去買材料的這一些有錢要不要加進去 然後全部加進去的時候 我都超越了200 那個比較賺錢 接下來就是上三個月我們拿到高雄精品 高雄精品為什麼它會是高雄精品 它所為何來 它為什麼是 因為我在設計上 其實這個杯墊 我研究它三年半才有清潔 我找最早的杯墊是非常簡單的東西 然後面再設計出來 不樣貌也很簡單 那可以帶出非常多的故事 我們慢慢一起介紹 那我這一個是陰陽的杯墊 有一個陽 就是一個男生一個女生這樣子 你看它的外形 好 它的外形 那它是可以陰陽扣的 扣在一起 然後呢 它 我們看這裡 有雙口 兩個口嘛 一個裡面這個口 跟外面這個口 合起來就是一個回子 回家的口 我今天到你這裡泡茶 我臨時有事 電話來 要我回去 可是通常我們都會很難起口 為什麼主人還跟其他客人聊得很熱鬧 我又不好意思中斷 那怎麼辦 把茶杯盛 把那個茶喝完 杯子放在杯墊旁邊 讓這一個回字呈現出來 就是告訴主人 我要離開 因為在中國的隱藏文化裡面 也有那種進退隱涵 可是不明顯 我是希望讓它更明顯 放在旁邊 然後主人的眼睛掃到了這邊 我就點一點 讓它看到這個杯墊 點個頭我們就可以走 是這樣子的一種設計概念 當然呢 兩個圖像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很像是我們在風洞實驗裡面 流體力學裡面的威學 流血遇到障礙物 它繞過障礙物之後 它後面也會產生威學 那代表的是一個女孩子的柔情事情 右邊這一個呢 是一個勇士投降再加上圓魔 這代表陽剛的東西 所以呢 這兩個杯墊上面所刻出來的 都符合在杯墊上 這陽剛的就是在陽墊上面 這個比較陰柔的就刻在陰墊上面 然後呢 中國有一句話常講 為人方正處事員 就在這裡 為人方正處事員 也帶在這個杯墊裡面去 那還更神奇的 最重要拿到這一個 怎麼講 那一天評審 五個評審都會給科興哪一個 那個分數比較高 最高是五顆星 我是整個五個評審裡面 我是都拿五顆星的 在哪裡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高雄區的人 我做出來是有高雄意向的東西 它兩個組合起來就是高雄的票子 這樣子高雄的票子 這個就是一種 你了解了漢文化以後 你再來看看我們原住民文化裡面 或者是這個材質上面 什麼東西是可以做出他們會喜歡的樣式 跟外觀 跟一個故事之外 這個就是我們在 就是說從我們石板文化裡面 在走入現代這樣子的移動 其實石板文化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它何去何從 我們只是想要再重新定義這一個石板 它未來的生命而已 而不是石板文化走到我們這一段 它就沒了 那我覺得很可惜 它還可以再向前走 讓它去延伸 這是我的設計概念 那它也不管是只有飛台 它也可以做出這樣子的東西 你高興了你楊慧山 琉璃工房的藝術品買回來也可以放 它也是一個拖架 那台北設計師裡有好幾個設計師 非常喜歡黑色的東西 它說黑色最硬 它可以搭任何比較亮色系的東西 那所以 這個石板 可以做出很多很多讓你意想得到的事 這個是我一直相信的 你有 我有石板 你們喝廠媒 只不過材質上好與不好可以 如果不好的話可以到那邊去 那這個是算杯台的 兩個杯台 一個 你們看過瓶丁在喝茶嗎 為什麼會有一個比較高的杯子 比較藍的杯子 那個要做什麼桌子 沒錯 給自己掌聲鼓勵 那當你的東西設計出來之後 想辦法讓它有一幅穿 那讓它有衣服穿 你要讓它穿什麼衣服 其實也是要經過手機 很多東西我們現在好像走到哪裡 設計兩個姿勢無所不在 這個 這是瓦韌子 瓦韌子的旁邊你看起來 它是一層一層的 然後有透氣性 這跟我們石板的邊牆疊氣意象 你有沒有很像 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用瓦韌子 這個是刻意的 而且是這個精心安排出來的東西 那就是說你的包裝盒跟包裝的內容物 它有沒有關聯性 如果有那就更好 如果沒有那有辦法 我們比較細密一點 才找到這樣子的方式 那還有一點要提醒各位 當你設計一樣東西出來 不要忘了去保護你自己的智慧財產 我們常常在做很多的創作 然後忽略到就是說 一味的就是要把東西做出來 做東西出來的時候非常非常的高興 然後大家對你的這種創作也讚賞有加 讓你更高興 高興不要忘記怎麼去保護自己 那個錢不要捨不得花 還是要花 有可能你花下去 你可能就因為這樣子 讓你先一半生機也可能 總是一定要試看看 一定要去做 最起碼你不會損失太多 那我們上面所做的這些作品 它的原材從哪裡 八八風災的淤色物 是造成河道的這一種淤色的一種廢材 在某一個角度來看 是這樣 可是你如何看到這個廢材 它能夠被你所運用 我們常講 我們在教會裡面常聽到故事講 上帝關了一扇本 他另外會翻開了一扇本 上帝給你了一個懲罰 他不忘記後面還給你一點補償 我們看到了 如果我們看到了 那這樣會是一個法 如果你沒有看到 它只是被你 在這一個的構想裡面 你想 我把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又帶進我的作品裡面去 你是消費者 你會不會覺得說 哎 原來這個東西是八八風災的產品 它是經過人家外界看起來 它是一個有害的物質 然後變成有害物質呢 讓它設計成 結果變成是一個讓人家清炭的樣的東西 那不是很好嗎 多了一項品質出來 就是我工作室的名字 我早期我在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當時還沒有走入文創 我只是在做傳統工作 就擺進去 因為我要做那個作品 我一定要把石頭打破 然後才可以做出作品 我只是因為看到那個石破兩個字 我就覺得跟我創作是很有關係的 沒想到字點一翻 石破天津這成語 它的解釋是什麼 原來這兩個字叫做震撼 我的天啊 那我們不能那麼霸氣吧 魯凱族通常我們的民主性是什麼 比較悶的 比較謙卑的 我們不希望就是說讓人家看起來 比如說我們非常霸氣 然後講話好像又太過頭 那我希望能夠壓迫這一個霸氣的東西 我們底下再來做霸氣 表示我們是不感人 我們很謙虛的 那我所講的就是 要善用主流社會所熟悉的符號跟感覺 讓它產生對你東西的一種好奇 接下來就這次的動作 出動感動的動作 一直到死板 那這個你如何去營造這一些 其實是要花很多實驗的 其實我花了八年 在死板這一塊 這八年過程其實講起來非常 非常寂寞的 也是非常無趣的 可是在那一個 你自己在那邊苦熬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慢慢做出來 那你就會享受那種寂寞 你就會覺得說那種寂寞是怎樣 那而且是也為自己部落的文化去創造一些包圍 而遊客可以看得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回到部落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我常常講 做一個現代獵人 這個從哪裡來 光主任也講過這個獵人的一個概念 我們再也不像過去我們的傳統獵人那樣 在森林裡面追逐著獵人 然後帶著山豬回來的時候 跟部落分享 然後得到更多的一些榮耀 我們沒有那個能力 畢竟我們都在 我們有一點像 那個風阿爹 你聽得懂嗎 好像那個半土雞一樣 好像是原住民 那好像可以 不是 因為我們一直都在城裡面長大 那我們身上很多的這種智慧 這個跟森林裡面 這個和諧共存 跟大自然活動的這種生活技能 我們慢慢都沒有 那總共有一個 我們還可以擁有的 就是分享文化 我們到外面去 我們的獵場轉換到都市叢林 那我們搶桿子變成無比桿子 那獲得是什麼 我們的獵物是什麼 不是平地人的人頭 是在外面所習得的觀念跟知識 然後帶回部落 跟部落的人分享 你就是現代別人 那我們的文化怎麼樣去展現它的魅力 剛才我聽著我們八大哥在這裡講 我聽著也很感動 也很憨我 我們同樣都是回到部落裡面去 當然我沒有做什麼田野調查 我只是聽老人家在講 但是我畢竟都不去做自己 我都鎖在腦袋裡 因為我不太會想 我不太會去做這些田野調查分析 因為田野調查它一定要有一些合適 一些方式 一些方式 都沒有 那 過去的投資文化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今天看了一下 原來投資文化什麼博大精神 是我所沒有去接觸的這一塊 那其實在投資文化 因為族群的不 不是說族群 就是各部落所處的位置不同 它所產生的結果也不會一樣 那就我們萬山來講 有時候我看一看萬山 然後再看一看舞台 這我們就是西路凱這個主題 再看一看 其實我看了 然後再聽老人家再講 其實文化面差很大 差異性很大 其實我們過去的投資很簡單 我們會帶羽毛 只有一個人會帶 跳舞場的時候只有一個人會帶 我們所謂的部落 其實講起來也沒有所謂 投目這一個階級的範疇 在萬山來講的話 它應該是六度 最原始的 最原始到萬山這個地方 定居的那個起源家屋 那個是被我們所尊重的 但它的例子是 我們犯魯凱群 或是犯台灣族的這一個 這個投目階級的社會制度 就是嚴格講起來 萬山是比較不理直的 萬山比較不理直的 至於投資的部分 它因為大家都差不多嘛 也沒有什麼一定要 在這一個外觀上面去做很大的區隔 這個是我在這裡跟各位 稍微帶一下萬山文化的這一個部分 那會有那些 喔 有插羽毛了啦 帶百合花了啦 還是什麼 這是近百年來的事情 不然之前 只有一個人會帶就是西廟 會帶一個 而其他的人呢 就是在史上的 沒有 就這樣 我們的投資文化人在那裡 我們都是文化人在那裡 那我們如何去說 你可以去接近老人家 去問老人家 還有什麼 好了 好 那我趕快把握 最後就跟各位分享 再用三年無限資源 延續土民無限指揮 發揮個人無限創意 再照顧個無限創意 三年的資源真的是無限的嗎 是無限的啊 你如果保護得好 它就是一個無限 它是無限的東西 不是這樣子 但 不是善用喔 不是單用喔 不是善於難法 那一個東西 你去好好保護它 而我們主人的智慧 真的是也是無限的 你很多創作的事情 什麼樣子的元素 都是要聽老人家 趁現在老人家 還沒完全凋零的時候 趕快去 你會找到你創作的原產 跟源頭 還時間測得剛剛好 好 那 給各位一分鐘 有什麼問題先提問 要不然等一下呢 用個討論也可以 來大家互相討論 來發表 去年領袖 是我們臺灣社會的博士 他當時 成立一個盧凱學 是不是我們每一個部落裡面 都有一些領導的精英 然後結合 其實 這個青年領袖 以這個領袖兩個字 我明天 我來說明天才講 不過今天 既然是我開場 我的獎音後面 有一個媒體體效應 什麼叫媒體體效應 是文藝復興時代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 帶動整個歐洲的藝術 文化復興 包括他們的科技的產業的發展 有一個家族 在意大利 有一個家族 叫梅迪奇家族 他網羅了 所有全世界的這些精英 然後在一個地方裡面 來發表 來講述他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專業的一個領域 在座的各位 都是來自不同的這個產業 不同的職場 你的身分是學生 有的身分是研究所 那是博士生 來自不同的產業的時候 你在專場領域有不一樣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領袖兩個字就是 你是專業 你說一專業 就是你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是一個專業的領袖 這樣的定位的話 你就知道 我們真的是這方面的領袖 因為我這個地方 我不必願意接受 大家都彼此互相認識 等一下你在 要回憶的時候 我們回憶我們這些 這些語彈人的時候 你順便報出 你是哪一部落的 目前在哪裡工作 在哪裡就學 你甚至可以談一談 你個人或主力的地方 作為我們這樣的一個 尊品再造的人 聽這樣子的一種平台 真的是平台 沒有專家也沒有博士 也沒有主人也沒有老師 其實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一個共同的一個平台 有一個人 一家共同的一間 有一個人 因為現在魯凱族 這個共同的課題 就是那個災難 災難是從不早襟 其實通常發生 年年發生 所以災難不是現在發生的事情 災難也不會從不及去 災難是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都會持續地散佈 只是說在2009年的發展 真的是對我們不太多 真的是在領重中期 不管是國法上的、經濟上的、社會上的 甚至是政治上的 都會有些長大的挑戰 所以我想今天有這樣的一個紀念領袖的動作 基本上也是我們怎麼去看待因應 在發生災難之後面臨這些問題如何去面對課 剛剛我們的包主任已經提到的 就是在好幾點選擇 我們曾經舉辦過這樣子的領袖 連續到現在已經辦過兩屆 事實在諾也是在錄 當時大家都記憶後望 覺得說感性的朋友能夠參與工作 能夠投入出我們這些文化的重建工程 是一個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人參加過的話 在這場的影片 我想各位至少三星期會參加 也很遺憾 我們這一個尼卡青年領袖的活動 在莫爾科發生命領袖的終極一半 三年到了 真的是很期待 終於看到我們 永遠的精神領袖 我們的包主任 再度為一個青年領袖 當該我們各部落的部落字 不管是巴黎舞台的寶查 網道 家務機部等等 其實我們部落時 都有很多關於這些 因為災難來清醒的 這些傳說或是小話 只是呢 我們對於災難我們的理解 我們並不把它看成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天在地面 我們用非常文學的 情境式的這種觀點去詮釋災難在我們生活當中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這個 猴子穿山腳的故事啊 我們也有阿倫公主的這些 跟所謂的非人類的這些 超自然的這些動物喔 往來的這樣子的一種神話傳說 其實這裡面都在在的顯示喔 我們生活當中 其實我們也都在面對災難 但是呢 近代的殖民主義喔 包括國家的介入喔 我們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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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處長啊 也提到 國家介入殖民主義 事實上也中斷了我們 人跟自然之間的連結跟互動 常常因為 龐大的這種 國家利用後去殖民主義 讓我們失去了 我們原來的 重要的生活資本 舉個例喔 以前發生災難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 對抗天災難 由大雨來臨 我們大概就是躲在死亡裡面 那這個 男主人呢 可能會插插他的捏槍 可能會跟他的小孩 來訴說很多的精采的故事 那我們的女主人呢 可能會在家裡事故啦 或者是做其他的這些家事 那發生災難的時候呢 我們因為 老早就已經準備好 所以我們都會有 這個 我們會用一種 類似塊木或是珍貴的樹木 去做我們很重要的這個 儲存食物的 保存的地方 那我們連連會種這些 呃 芋頭啦 然後把它做成芋頭乾 然後廚房和廚房在這些 參觀裡面 這是最好的戰備口 就像現在軍方的這種 戰備口 可以怕好幾年 然後也許每三年每五年 都會做更換 其實這是我們對他們 贏災的一個 重要性的事情 所以很少說發生風災 然後前村必須要撤離 甚至像現在一樣 大家都知道 只要發生風災 阿里急入浩雜 現在可能是會好 絕對沒有連會 叫做什麼 孤島 就變成孤島 唯有靠直升機 或是全部 千島三峽 大家要猜我國民的機會 可是我們以前好像不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都靠電力 沒有電力 所有跟電力有關係的這些 現代社會經歷 儀器之間都會 然後我們現在的食物都依賴外界 都要靠外界的出售 有人說 沒有米沒有菜沒有魚沒有肉 沒關係 泡麵就好 各位泡麵也要瓦斯燒 如果這個下雨的時候 我們已經失去那個 在與天中生活的能力的時候 我們真的連泡麵都沒辦法吃 所以我們只能愛會做到 這就是當代科技 當代的這個 所謂的資本主義的力量 沒有辦法對抗天災的最重要的實證 那個證據 所以回到過去的傳統 我們才會知道我們的主心國民有智慧 芋頭 有時候 又可以生死 又可以 就是可以 煮食 熱食 但是呢 它可以變成一個 像乾涼涼 所以 儘管發生變災 一樣可以維持我們的生命 所以其實我們老早就有這些 對抗天災的 能力跟智慧 只是我們後面把它放起來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重新回歸傳統跟自然 然後呢 藉由我們的傳統智慧 找到民主文化再生的契機跟動能 這就是我們五感青年領袖 必須要去面對 然而 天災可怕嗎 天春可怕嗎 不一定 因為我們的祖先老早就告訴我們 除了天災是每日的生活 所常常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之外 千春本身就是常常要面對的課題 每一個部落不千春的 除非你忘記了它的第一個落腳的地點 所以你會認為原來現在的全部都是 剛開始就在哪裡出現的 其實是不然的 除非你可以在上面找到考古學的證據 儘管是考古學的這些遺址 證明它有五千年歷史 並不保證它就是第一個人類誕生的地方 換言之每一個地方都是隱居地 每一個地方都是隱居地 都是新的地 所以當我們今天 這次我要跟大家一起做 我們不要精華我們不要害怕 不管好長千道理那裡 不管好長千道理那裡 不管好幾日或者是不分的鄉千道理 長自本 其實都是人類生活跟文化的常態 一定把它看成太過癮悲觀 我是認為它是你幫助別人 剛才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一個我回來的時候 聽到八博士講那個 我爸的口試 我就很怕他會問我 不是 我做文化研究不是很多 我只做獲釋版研究 對 所以我發現它的東西是很豐富的 然後在第二個課程的時候 是那個馬樂老師的 馬樂老師的那個是郭天靜 他這樣講的時候我就很熟悉了 其實他的東西我都有看到 我就覺得很慶幸喔 因為我在他的網路上 我看到他的東西 所以他在講的東西 他在講的課程 我都已經很清楚他要在講什麼 但是那個一堂都需要的程度排除 可是說實在的話 那什麼羽毛跟牌耳花搞不清楚嗎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這是我的知識分享 資訊科技的分享 我透過一個平台認識某一個人 認識這個部落 認識他 認識他的創作 所以他在課程當中 不會直接的認識他 不要花太多時間 這在做知識管 知識的分享 那假設 如果說那個地堂課 阿博士講的那個山豬牙 我有在帶那個工的那個山豬牙喔 結果阿博士說 結果會打獄的人才能帶山豬牙 結果發現原來我都帶錯了 媽媽又告訴我 你懂意思嗎 如果今天這個平台 有了這個平台 知識分享庫 知識平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問你 我們會不會犯錯 不會嗎 好 所以我跟大家再講 我要跟大家再講 很多東西 大家好 我們那個 我們不是全才的 我們只懂那個部分 如看出很多人才 但是我們的這個人才 或是我們的人 沒有透過一些平台 互相了解 互相的分享自己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在這邊慶念禮秀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在一個營會 然後彼此了解 重新認識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平常都可以做的 都會跟平台 在做的 有在玩電腦的情緒手 有在玩電腦的情緒手 怎麼那麼少 對不對 這個資訊科技 已經是當了80%的 力量 如果透過這樣的資訊分享 我相信很多人的理念 很多人的想法 不一定要見面 才會瞭解 我在做這個網站 我在做個網站 在蘇惟學院學校電子包 它有一個老大工作室 這個是政府沒有投資的 是自己在玩的 沒有學術單位進來 這也不是我的研究 這也不是我的研究 這不是我的研究上的東西 所以 當在這個 有沒有一些經費進來 自己做一個平台 當我在做這個平台的時候 很多北部的朋友 來的時候 我要不要介紹 我自己的文臣 要不要介紹 我部落在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來的時候 誒文臣 投稿 什麼事情 怎麼樣 他已經接受我的資訊了 他 雖然在台北 我在屏東 但是 我們的距離是很近的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透過 另一個方式 另一個方法 讓我們彼此明聚 產生一個力量 所以透過一個知識分享 透過一個知識的傳遞 可以把你所想的 所看見的 分享的一個主要 這樣子組合 你在下次再見面 但是在這個青年領袖的時候 我們會節省很多的時間 所以可以創造更多的一個 更多一個想法 因為我在這個部分 還在 六次在做資訊科技 跟電子工程這一塊 然後我們這個部分 你可以結合 有一個無限感知 有些比較專業的東西 讓我們的工作更輕鬆 對這個盧凱族的一個文化區塊 不是很熟悉 那我現在正在經營一個盧凱族的學校 我應該要更加熟悉 所以我才來參加這樣的一個相關的議題 那很高興在這裡碰到所有 關心我們盧凱族的青年朋友們 對這個盧凱族的一個危機意識 也沒有感受到 所以願意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演習營的活動 那針對這個盧凱族的一個文化 雖然我不熟悉 但是我覺得文化跟教育 是一個密不可分的一個區塊 那我在這一個護臺國小才服務一年 剛滿一年 8月1號剛滿一年 那我從八八風災的這樣的經驗 我看到了相關的一些教授們在 分享你們在走過八八風災的一個經歷 我也滿震撼 因為我只是聽、我只是看 只是知道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但是我不像你們是親身經歷過 有這樣的一個感動 有這樣的一個感觸 所以你們當看到這樣的一個 出目驚心的一個場景的時候 真的是有那份被回憶的 過去的一個種種 那所以你們應該比我更加的一個深刻 那我在文化國小這樣子走過一年之後 我覺得我們盧凱族 在一個教育上真的是要再一次的緊密 因為我們盧凱族的一個未來的一個希望 未來的一個展望 是在我們的小朋友裡 還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發展性都是在學生 那如果我們忽略掉這一個區塊的話 那你們說文化的一個傳承 文化的延續真的是看不到 那所以很高興說 我們在移居到長之百合部落了 而政府也願意在那個地方 也允許我們能夠搭建一所 新建一所長之百合分校 那之後的一個走向也是我們 所有不開族人 我們一起要更加一個努力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走向 所以我一直在省思 我們應該要走向在哪一個地方 我一直在回想說 我應該如何來搭建你們未來以後 一個新的一個旅程 新的一所學校 讓你們盧凱族的一個新興的學子 能夠堅持來肩負這樣的一個責任重大 然後所以一直在 我一直在為這所學校 有很多很多的一個起始在裡頭 也一直鼓勵我們所有的老師們說 雖然我們不是入台主 但是我們是原住民 我們有義務來挑起這樣的一個責任 來為這些入台主的一個文化 這樣的一個傳承 所以我一直在我們的一個走向是說 希望是說透過很多很多廠制的一個宣導 透過很多的一個部落會議 也是希望透過教長 你們應該要首先要認同自己的部落 我發現到現在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小朋友為什麼會流失 流失在我們的部落 你們是因為不認同自己的文化 不認同自己的部落的老師們才會這樣子 把孩子牽到別的地方來救度 那你們現在你們的一個主觀意思說 孩子的未來發展性 他的基本能力所在 大家的單一性的思考都在這個地方 你們忘記孩子們除了一個兼費基本能力之外 他要回過頭來要怎麼樣讓自己的孩子 在部落生長的一個地方 回到他熟悉這一塊去 因為他長大之後還是要回到自己的部落 長大之後還是要回到自己的部落來發展向上 讓你們到部落更加的提升 這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大家要回去再重新思考 如何把這樣的一個面面觀、宏觀的一個思維 再投注到你們的學校教育裡頭 把你們的孩子拉回到他們最熟悉的這個區塊 讓他們一起成長 回到自己他們熟悉的一個魯凱文化裡頭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這一個地方 那之後120學年度我們的學校成立之後 我很多麼期望我們的所有魯凱族的家長們 包括我們現在的青少年 希望你們把你們周遭的所有認識的孩子們 都請他們回到我們最熟悉的一個魯凱族的文化 這樣子魯凱族的一個文化的傳承的延續 才會得以綿延不斷 這是我們應該要感受到的一個危機 然後雖然我們走過這樣發發風災的一個危機 但是它是一個利基點 它是一個契機 好 我們就像台班薩薩爾教授剛剛說的 我們不要把它省上的太悲觀 我們應該要回過頭來這樣的危機 帶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利基點所在 這才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一直是鼓勵我們所有的家長 能夠認同我們這所學校 因為學校是帶著孩子們成長的一個最重要的基地 沒有家長沒有部落的一個推力 我們這個學校沒有辦法把孩子帶到更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還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會議 希望得到大家的一個認同自己的部落 認同自己的學校 那之後的一個發展性 唯一是說能夠走向一個盧凱民主學院的一個走向 除了學生的一個基本能力之外 我們要加入一些我們的一些盧凱族的一個課程在裡頭 所以我們從101學年度 我也引進我們一些博士的一些課程中將 他願意到我們盧凱族來服務 我新變了一個主任 他也是願意到我們盧凱族 希望是透過這樣一點一滴把我們相關的一些盧凱部落的一些課程 能夠變成一個氣候性的一個課程化 那之後我們申請理念學校之後 大家的希望走向盧凱族的一個民族小學 那我希望說我這四年來如果我能夠搭建這樣的一個 共同這樣的一個願景的話 那之後不管是我要接續這所學校 或者是有其他的校長來接續這所學校 他應該會接手得更快 那我們也期待這一個新的學校的一個成立 能夠讓我們盧凱族的一個教育 盧凱族的文化都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謝謝 我今天有幾個學到很多東西 第一個 圖騰的部分 傳承的部分 還有故事的一幾個部分 那這三個部分其實 因為我們其實是擔任一個 主動系的數位學中心 所以這次也感謝我這樣一個會 所以我們邀請了校長 還有那個馬老師 馬將的馬老師 他們就是魯凱 也是像剛才我們那個包裝的 像那個奧斯斯拉綠 對 魯凱族就是這樣子 但是還能夠就像包裝講的 還是到最後那個心裡面的基因 還是很卡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會議 那今天整個這樣下來 其實我們蠻多思考跟作為 我們發覺我們差你不是做的 我為什麼會講這樣子 就是說你們對文化是無所得在 然後隨時隨地都可以動輸 很著急開始 那我本身是會群 不是湖南混 但是我又不能 我們沒有什麼開什麼湖南族人會 也沒有這個事 所以基本上來講 其實每次像我們十四族 或是還有對蘭的族群 或是對蘭的族群 所以我這樣的公司我覺得非常難等 那當然最重要的觀點 一定要有個帶頭跟領導者 那這次我們看到 包裝這樣的一個部分 往前衝 那我覺得 武凱族是很有希望的 那還有這次語談的幾個學者 就是我們學建築中的高三次 他未來一定是要帶來武凱 這樣的部分 那剛好在座的事要剛好組合 我們現在我想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比大家做的教授 他對蘭凱的過去 未來 還有樂天之命 那方主任就帶著鋼灰 就往前衝 然後那個我們的校長 他就在後面培育一場 提供永遠不斷的過去基因 好 現在最重要 就是我們那個世衛品牌 這個就是一個文化新交 然後擴散 然後讓所有的 不曉得蘭凱的 不清楚蘭凱的 都感知到世衛凝結了一遍 就只差一位 所以就會變成現在理得全家在發展 科學校會想像 這個其實就是因為他沒有 他其實早上來過 也是我們重拒戰 他立體 我相信他現在背到外面還是正體體 那今天一樣就是各位的支持 那歡迎你們等一下暢水綠 我們會默默欺負跟默默追尋 謝謝大家 其實真的是很幽默空虛的 到此為我們這種歷史背景 轉移到另一半面對 那時間非常緊迫 只剩下十分鐘時間 我想十分鐘時間讓大家記得提問 那剛剛開場的人 那如果說因為今天沒有辦法唱首預言的話 那明天還有一整天的教育 也可以繼續 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在這個地方做決議 做決論的話 我會把這個建議的相關單位也可以 是廣告專輯學員在這邊 可以跟我們講什麼理解教育 可以比較切入 就是我們第一堂課的那個紀錄片 第二堂課是第一堂課的紀錄片 有瓜丘老師的那個紀錄片裡頭 就是我提到的就是 在我們從遷到永久屋這個地方 我知道政府有很多的美意 善意 也保護自己的人民 自己國家的人民 可是我發現就是在永久屋裡頭 有一環很像大家都很舒服掉 雖然有所謂的老人日多 可是我發現是很多老人家很憂鬱 這部分這個區塊 覺得還蠻很心疼他們 可能他們領域已經沒有了 過去他們活得很自在 活得很有尊嚴 因為在山上他自己種的東西 朋友來了他可以自己煮 然後給別人 他可以自舉自己之外 他還可以給別人 可是現在到這個地方 就變成就是死 就變成自己 也沒地方可以那個 也沒有那個 只是看一上窗或看外面的世界 然後再關起來再回到自己 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這一環 我一直想 到底要怎樣是急決 因為畢竟老人家是我們 是我們的寶貝 是我們這個部落的寶貝 所以在永久屋這個地方 我們一直激勵的就是 讓他們就是每天晚上聚在一起 然後唱傳統歌 可是我們的力量畢竟是有限 可是我們的力量畢竟是有限 那我想在這個問題上 我先這樣去吧 因為這是我最感動的地方 什麼事情讓我覺得說 我不做不行 我非得到做 那這是一個引修的特質 就是說如果你要扮演一個引修的話 我要有這種特質 可是目前我到現在的話 我還沒有被這樣的一個特質激勵 因為在這個從早上到現在的 那個長相沒有讓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為什麼一定要留住我的文化很強烈的知道 為什麼我們的文化會流失 我也沒有很強烈的知道 為什麼政府它不做 我也沒有很強烈的知道 我想如果這件事情我很強烈的知道 那我就知道說 那我作為一個獨凱族的青年 那我應該要做什麼 那在整個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發現說好像我們的問題 其實是出現在那個土地的問題 那剛剛那個斯大德國師有講的說 其實我們牽村好像是以前是差一個事情 但是我發現說 其實我們以前在牽村的時候 我們牽村從這邊牽到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土地不受限制 也就是說 我牽到這個青號查顧問的時候 土地是我們可以去開發的 我們可以去跟蹤的 我們可以去跟蹤的 其實我們到這個長字百合這邊的時候 我們是人過去人 但是我們的土地沒有辦法開發 沒有辦法跟蹤 那土地沒有辦法開發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在那邊建石板文 那今天早上那個有一個老師在講說 這個石板文化他們採集很多石板文化 可是我們在長字百合這邊 我們沒有地方 如果沒有土地 我們就不能做石板文 如果沒有石板文 岩雕的部分 剛剛那個老師在講 要政府要推這個石板文化 那我們沒有東西 我們怎麼去推石板文化 因為它在山上 那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怎麼去推部落的切齊制度 因為它有土地加入 它有神在 那沒有這個制度的話 那我怎麼去講我的投資 因為當沒有土地在這邊的時候 講到一個千春到底是擴張還是削減 我們現在的千春到底是擴張還是削減 如果我的千春是擴張 那必須要有土地 我才有辦法擴張 可是我們的這個狀況是千春是削減 因為我們土地沒有辦法削減 所以就變成說 很多人的話 那我們沒有那樣子的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們城市文化工作的話 那現在雖然我們到那個包主任的家裡面的教會 可是它不是石板文 它已經 它在講述 就算我們的教材裡面在講 有石板的教材 有小米的文化 那我們在哪裡用小米 有考慮我們的這個文化 我們在哪裡考慮 那東方課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體驗它 我們就去教我們的孩子學問 魯凱族的學問 我教我的課本裡面有石板文化 我的課本裡面有小米 是我在我的附近 我沒有這樣的地方 那我怎麼去延續人的話 那這是我所思考的問題 好 你想先想 因為看到別人在努力 所以才開始要認識自己 從小到大 我的父母親沒有跟我講說 你是魯凱族 因為這樣好像很奇怪 可是我們因為社會變遷 然後家人 父母親把我們帶到平地去讀書 所以我們會到了現在這個年紀 會覺得學什麼都不對 就是魯凱族群文化成熙 青年領袖原始營 到底我們的青年年齡層是10歲到20歲 還是20歲到40歲 還是40歲到60歲 這整個這個時間的洪流都把我們 可能魯凱族本來有的一些機制 和年齡層機制都弄亂了 對 所以我覺得每個年齡層 有每個年齡層的工作的作為 就是說像我來這邊其實我是 我其實一直在看 從那個邱邱老師的紀錄片 到陳本輝老師的努力 到包主任的分享到每一個老師 阿晴雄 阿卜師的主任 那個責任 對 他一直在 我們現在都是自己 應該這樣講說 自己打仗 對 自己去努力 因為大家都沒有 所以我還在想就是說 應該從小的聚落 自己在一起的那個聚落開始 像我自己本身在神山的話 我每天去好茶 找到煮 我也是很累啊 對啊 所以我也想說 大家的問題其實很多都一樣 是不是說 在自己的部落 然後再來去找怎樣的資源 然後結合 然後再努力 然後我們年輕人 我們要學的是什麼 對 我們不是只有在這邊看 在這邊聽 然後因為我這邊也有看到很多 也是有比較年輕的 對啊 因為 所以 是 是不知道大家怎麼會來這邊啊 對啊 因為 當我知道的時候是 我是很 很訝異說有這個 有這個不錯的課程 就連這個聯絡碗 是總聯絡誰該來 誰不該來 誰知道 誰不知道 對 連處長都沒有管過 因為不知道 所以這個三更的地點可能也不對 或許實在部落 一旦我經過 我剛才剛才還在告訴我 或許就會有一些 不用跟他們解釋 就有一些渲染的一些力量 這是我自己的一點的一個感覺 對啊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再跟大家詢問這樣 謝謝 我想我們都是老爸上 我就上的那個一群 我們應該多聽 我們這些孩子們到底要說什麼 我真的很期待這樣 所以下次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可不可以把這樣的時間 這樣綜合討論的時間拉長一點 請大家每個在座的人都有發表了 你怎麼樣你要被逼出來講到 我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最近也是在 我相信每個人在部落裡面都是在帶 都在培養自己 陪力自己年輕 不敢說是陪力 只是說陪著他們 那我今天來的星期 我蠻喜歡參加這樣的活動 我現在也是年紀不小啊 可是我蠻喜歡參加這樣的活動 就是我帶著一個挖寶跟學習的心情 每次都會聽到看到或者是學到一些東西 那會成為我回去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個內容 會是這樣 那我是比較棄口的人 所以我會把所看到的一五一死的 全部帶回我 然後就不管他要不要做要不要聽 我就是先講 然後他也會慢慢注意 我相信這一點 那所以在座的青年人 我也是希望就是說 當你有這樣的場合的時候 要學習多說 讓別人了解你 也讓我們了解說你到底聽了以後 你到底有沒有消化或者是說 我們是不是說的你會誤解 或者是有你可能有更好的想法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說 在這樣的場合當中 我真的是想多聽 像我們在學校開會 我們有幾個老師們 我都會先跟他們講說 你不講我觀眾的話 我告訴你我不會講 我們都要練習讓他們說話 怎麼表達自己心靈在說什麼 或者是說你必須學會說話 你才可以說出你的部落裡面到底有什麼 跟別人分享 我想這是我們還蠻欠缺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是我覺得 剛剛我在部落裡面也是回來 這十幾年不小心就回到自己的部落 找到阿魯牌到花蓮去 然後不小心回來 那回來的這十幾年 我覺得剛剛那個 那個小三人我想我們都是同一村的 我們住在美園 大家都在講文化 其實我美園應該叫做文化沙漠 在別人的認識裡面 可是我在美園蛛絲馬跡 所有的生活當中 我都可以看到文化的東西在當中 所以我剛剛在講是說 我覺得文化就是在生活裡面 它不見得一定是寶物或者是百花、百獨舌 這三個都不會出現在我的生活夢境裡面 那難不成這三樣東西不在我生活空間裡面 我就講不是我文化的東西嗎 應該不至於這樣吧 所以怎麼樣發現應該不是 我覺得我們絕對不敢說是製造 可是至少可以發現文化在你的生活當中的什麼地方 我覺得在生活當中可以去發現這些 所以從這一次我們每一次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我很信心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語言熟悉的家人 然後可以協助我可以去完成或者是去經歷很多的事情 我相信你現在還有機會在部落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你說我有什麼 因為我們生活的空間畢竟不同 有人住在什麼任何地方 可是你可以試著從生活當中慢慢去體會什麼 那種文化的東西 然後試著用這些東西去把它放在你的生活當中 然後試著去說或者是去發現 然後傳給你下一代 我想這是我們大家可能要去做的 然後有一件事情我覺得有一個 當然講的在生活當中我們那邊 你那邊比較小看的我們也會做玉頭看的 我們那邊也會有人在做 當我在開始做學習 剛剛那個老闆講 欸 剛剛那個老闆講 這個老闆講的 他在講那個的時候 確實我們像不知不覺在部落裡面 也在做一件文化的工作 本來是我們自己的課程 然後擴大到整個部落裡面 每一次我們在做的時候 有人對我們好奇的進來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製造這樣的課程 就在部落裡面經常發生 讓有一些人可以猜 包括老人、小孩、所有 只要願意進來聽的人 讓他去五分鐘、四分鐘、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他一定都有生活 或者是你們聽到聲音 然後成為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做什麼 在部落裡面要做什麼的一個題材 所以我覺得找題材 或者是去認識或者是去發現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在部落裡面在美園這樣的一個 一個地方 我就已經是挖絕不完 我相信在你的部落這樣的空間裡面 也會幫不完 所以我們沒有太高深的學問 可是你用心去看 去體會 然後參與在其中 你就會發現那個保障就在哪裡 好 謝謝